在金融市场上,美债ETF以其独特的优势吸引着投资者的目光,近期在台湾也是个热门话题。 那么债券型ETF和股票型ETF有什么差别呢? 大家都知道债券有到其日,那债券型ETF也会有到其日吗? 今天的影片将会和各位学员介绍,什么是债券ETF。 债券ETF是一种追踪债券指数的交易所交易基金,也是ETF的一种,持有一篮子不同类型的债券。 并按比例反映债券的表现。 不过债券ETF有更高的流动性和交易便利性,且债券ETF要透过股票交易的方式去买卖这些基金。 前面提到债券ETF是有着一篮子的债券,这一篮子的组合中,会有债券不断到期和偿付,但ETF本身并不会到期,本质上可以说是没有到期日。 这意味着投资者可以无期限地持有,且在传统债券到期时,会偿还本金,而债券型ETF则不需要转换或持有债券,因为本身就是以股票的方式进行交易。 债券型ETF的最大优势在于,它更具有灵活性和流动性,可以根据投资者的投资目标和市场的状况,决定自己的持有时间,不一定要等到到期才能变现,表示投资者可以更轻松地买卖债券型ETF。 而缺点在于,由于债券ETF没有到期日,投资者无法和传统债券一样,到期时还能获得本金偿还,且卖出时也是以当下的市价卖出,但是未来的状况并不能预测。 债券型ETF和股票型ETF一样,可以分散风险,因为不是持有单一支债券,就算其中有一支债券违约,投资人仍可以从其他债券中获利,且债券ETF会向投资者支付股息,可以为投资人提供固定的收入来源。 因此对于寻求长期投资和追求稳定收益的投资人,债券ETF或许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投资选择。 喜欢我们的话欢迎订阅按赞分享给亲朋好友。 想知道更多内容或是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,我们下次见。